今天普尔打猛龙表现非常糟糕 全场15头1中 有些兄弟留言问我是否还认为勇士用普尔交易保罗亏了 那是必须的 15中1的普尔价值也在保罗之上 相比较保罗普尔有至少四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普尔更为高大 保罗的血亲曾有名言 他高啊 所以高就是篮球运动最重要的天赋 认你的技术如何花里胡哨 身高永远无法弥补 普尔相比较于保罗 整整高了10厘米 所以他就可以胜任双能位 无论是替补独自带队 还是搭档库里首发 都有很好的弹性 而保罗183的身高 配上188的库里真的太矮了 更不要说这二位加起来已经整整73岁了 第二普尔更加年轻有潜力 现在他才24岁而已 24岁的年纪变成场军24.4分4.5助攻 我觉得他的潜力被大大低估了 全明星甚至最佳阵容 这些距离他并不遥远 就算勇士不想要他 也应该有更好的交易对象 而不是搭上一个首轮一个次轮 去换一个本来就要被柴掉的保罗 第三普尔的身体更好 上个赛季普尔打满了82场常规赛 上上个赛季出战了76场 可以说已经展现了自己的铁人属性 而克里斯保罗他的出勤率早就无法保证了 去年常规赛打了59场 即便注意了养生 季后赛依然受伤 并缺席了关键的比赛 所以且不说保罗现在的实力是否强于普尔 但是伤病风险就要远大于后者 一旦保罗受伤了 其两年6080万的薪水将给勇士带来巨大的负担 考虑到他的年龄 就算想把他交易出去 恐怕都得再贴一个手轮 第四普尔的气韵比保罗更好 众所周知 保罗斯这个联盟著名的倒霉蛋 说好听点是无冕之王 要讲真话那就是冠军绝缘体 走哪哪倒霉 走哪哪完蛋 太阳四巨头都没用 还指望现在的老库里带吗 更不要说库里本来就背着汤普森和格林两个包袱 保不及现在饥荒变三万了 而乔丹普尔 他是这个联盟著名的幸运儿 你看他的名字里带个乔丹 你就知道他不一般 生涯第三个赛季 首次打季后赛便拿到了总冠军 而且那一年他的表现非常优异 场均17分2.8板3.8助攻 整体命中率50.8% 三分球一场投进2.3个 命中率为39.1% 是库里最强力的帮手之一 保罗能在季后赛 你给库里提供这样的火力支持吗 我非常怀疑 钟丧所述 现在的普尔价值要远远高于保罗 勇士这个交易是亏的 已经不用再负益了